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他说小黑在实验室中将15克的冰醋酸 还有12克的丙醇与少量的浓硫酸呢,加入烧瓶中供热 所产生的化学反应呢,是长这个样子 那实验完之后呢,得到的醇酯10.2克 请问呢,何者是限量试剂,然后产率为何 OK,那我们要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讨论限量试剂我们会习惯呢,把整个试子独立出来讨论一下 所以我们把它拷贝下来 OK,放在这里来讨论一下 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个试子前面呢,是醋酸 OK,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乙酸,有两个碳 那后面呢,是丙醇,醇的后面呢,是什么 是OH,OK,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OH就代表醇 好,那产生的这个东西是醇脂跟水 这整个反应呢,其实可以叫做止化反应 以后大家都知道,酸加上醇会产生止跟水 OK,这是叫做止化反应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15克的冰醋酸跟12克的丙醇 各自是多少的冰醋酸跟丙醇呢 我们写一下这个CH3COOH的分子量应该是多少 是等于有两个碳嘛,所以是24 再加上两个氧,所以呢是32 再加上四个氢,所以加起来是60 那如果呢,是丙醇的话 C3H7OH呢,也是一样三个碳36 再加上一个氧,加上16 再加上八个氢 加起来也等于60 所以呢,他们各自占多少莫尔呢 我们写一下 如果是丙醇的话是15克 去除以60分子量 所以得到的是0.25莫尔 OK,那如果呢,是丙醇的话 刚是这个醋酸 那如果是丙醇的话 则是12去除以60 结果呢,就是五分之一 是0.2莫尔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这边实际上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写初始状态 在这个下面 一个是0.25莫尔 好,我们要记得 现在我都已经省略莫尔 我就不写了 第一个写一下,其他都不写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丙醇是0.2莫尔 那这边一开始当然都是0莫尔 好,现在重点呢 就是谁是限量世纪 我们知道要找限量世纪的话 我们会拿这个数字 去除以上面的细数 由于细数都是1 所以直接比较数字大小 0.2比较小 所以呢,就代表的是 谁应该是限量世纪 丙醇应该是限量世纪 减掉0.2 这边也减0.2 那当他们减0.2的时候 因为系数全部都是1 所以这边就是加上0.2莫尔 加上0.2莫尔 所以我们把这条等式画出来 上面下面算一下的话 你就得到呢 这边应该是 还剩下0.05莫尔 莫尔的水 OK 好,这边都是正的意思了 好,那现在 我们就来看一下 第一小题的限量世纪的题目 我们已经解决了 限量世纪是 限量世纪 限量世纪 是谁呢 就是丙醇 OK,限量世纪 我们写一下 应该是丙醇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但是如果最后产生的 纯指 只有10.2克的话 产率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理论上 完全消耗掉 我们的限量世纪的时候 理论上应该要产生 这个指 0.2莫尔 那这个指 它的这个分子量是多少呢 我们来求一下 CH3COOC3H7 我们看一下 它有12345个碳 所以5个碳的话 乘以这个12 所以是60 然后再来呢 它有122个氧 所以加起来是32 最后再加起来是 3个氢跟7个氢 所以加起来是10个氢 这样加起来总共是102 OK 这整个呢是102 那102 分子量102 总共有0.2莫尔 所以这个指 这个指呢 总共的质量 应该是102 乘上0.2莫尔 就得到20.4克 诶 怪了 理论上你应该要得到 20.4克的纯指 可是最后你只得到10.2 所以产率呢 怎么算 产率 很清楚的就是实际上你得到的 去除以理论上你应该得到的 然后呢 再乘上百分之百 OK 再乘上百分之百 我们就算出来 是百分之五十 所以整个题目的第二小题的答案就是 产率应该要是百分之五十 OK 那关于这个题目 如果你通透 精熟的话呢 你就对于限量试剂 跟产率 都可以很熟悉咯 好